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提到的這個部分 我是要把B2到B10全部做完 目前我只有做只有一列的部分 可是如果多列的部分 該怎麼完成 所以接下來的話第一個 就是我需要跟剛剛一樣 在刮弧自算上面 Enter兩下好了 往上移動 喜歡按一個Tab鍵 然後打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是forI 等於什麼呢 第2列 所以你可以看 第2列到第10列 第2列到第10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所以你會發現 回圈的動作基本上都一樣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事情 放在這個回圈裡面 但是 有沒有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可以把這個公式 放到這裡面來 那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呢 這裡面的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這裡的話只有第3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3有沒有 直接改成I就可以了 那另外有個好處 如果跟剛剛的公式比起來 因為這個裡面的資料 它這個裡面都是放數字 所以如果你是放數字的話 直接就把I放進來就可以了 所以喔 待會改蠻簡單 1 先在上面加一個回圈 2的話呢 請你把底下這3行 放在這個forNAS裡面 意思說我在回圈裡面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把它選起來拖拉 再來的話呢 記得啦 我一般習慣是 在forNAS裡面執行的動作 通常會按一個TAB鍵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的動作喔 當然呢 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沒有按TAB鍵 程式一樣照跑 可是說真的 看起來很不舒服很累啦 OK 所以養成好習慣喔 盡量呢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就是在這個forNAS裡面執行的程式喔 記得呢 要按個TAB鍵 讓它縮排 好 那這樣的話 等於是1做for回圈 2把剛剛的程式放在裡面 3的話呢 直接把裡面看到的列號 3改成I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I 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I 這邊的話呢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裡面 總共會有4個I 4個3 也就是把它改成4個I就可以了 好 那理論上喔 程式應該就算是寫完了 可是呢 你如果執行的話應該會出錯啦 錯誤發生會在哪裡呢 理論上應該是在2就會出錯了 為什麼出錯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那當然呢 如果你出錯的時候 你如果遇到這種錯誤啦 你不用擔心 不用怕說到底 我是建議喔 第一時間 請你按一下真錯 它這個時候有沒有 會告訴你說 你這邊程式有錯喔 那其實喔 其實找Bug也是一種學習啦 而且很重要的學習 因為程式不可能沒有Bug 但是你要能夠讓它學習說 如果出錯 你要能夠知道為什麼錯 然後可以把它改成不會出錯 那當然就是寫程式在比較重要的點喔 那你可以分析一下 為什麼出錯 它其實喔 有時候執行的時候會告訴你 什麼程式什麼 程序呼叫的引述不正確 不正確 為什麼不正確呢 其實主要你只要看到有關那個什麼 引述啦 其實多半都是跟什麼 密的裡面給它的資料不對 很有關係 那為什麼不對喔 其實呢 我們第二個 你可以按針錯 它會停在這裡 這個時候叫做中斷模式 那我可以喔 把游標放在什麼 放在這個變數上方 它會告訴我說 我現在裡面 變數裡面放什麼樣的值 所以特別是 A等於0 B等於0 A也是 為什麼等於0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引述的特性喔 是說如果找得到全刮弧的話 它會告訴你在哪個位置 可是如果找不到的話 它會給你什麼 給你0 意思是找不到 OK 找得到告訴你哪個字 找不到就給你0 所以喔 因為像這個A2裡面喔 因為沒有刮弧 所以你會發現 所以 它這個應該 I1應該等於2吧 所以A 欸 0嘛 那B也是0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 B-A 0-0 再-1的話 那變-1 米的裡面喔 最後一個參數是 Lex 幾個字 負一個字 當然啊 負一個字它一定看不懂 什麼叫負一個字 你幫我取負一個字 沒有這種東西啦 所以它會告訴你錯誤 所以其實喔 它這個地方跳出來的訊息 就是跟你講說 你不能夠給我不正確的那個值啊 就是說 字數你不能是負數的意思啦 有沒有 所以它就用這個 它其實敘述喔 當然沒有這麼人性化啦 不過呢 如果你慢慢習慣 你會比較看得懂喔 OK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來了 也就是說喔 我們當然有幾個方式啦 就是理論上應該如果A等於0 或者B等於0的話 那就不需要去做任何處理啦 所以喔 底下這個地方喔 我們會需要多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喔 今天的重點喔 第二個 今天部分已經講到那個 城市的精髓了 回圈第一個 第二個精髓的話 就是邏輯判斷 因為在城市裡面喔 經常會遇到要需要判斷的 判斷什麼 如果那個A喔 假如4等於0的狀況下喔 就不要幫我切割喔 除非說A不等於0的話 你再去幫我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請你在這個B這一行下面喔 下一個邏輯判斷 特別重要 在VBA裡面的邏輯一定是一幅 欸 一幅什麼呢 一幅A喔 所以特別重要 A裡面的詞喔 它是 不是 是等於0的話 是這樣敘述 可是我要的是不等於0 不等於的話呢 在那個VBA裡面的敘述是這樣 不等於喔 不等於喔 不等於是小於大於 叫做不等於 不等於0的情況下 然後空一格 然後就這樣 THEN 然後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那一般的習慣是喔 有if的話 一樣會有endif 把它包起來 就跟有for的話 就會有net 所以一般的話呢 我們習慣什麼 把那個 if跟endif中間的這個動作 一樣再做個縮排 意思是說喔 什麼時候要做 就是當那個 假如A不等於0 那為什麼A不等於0 A不等於0 有錢刮斧的情況下 我再去幫你做切割 可是如果說 A等於0的話呢 那就直接跳過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我寫了這個判斷 有點像是那個閘門有沒有 就是你們去搭捷運一樣 如果你有刷卡的話 B 好可以過 但是如果你沒有刷卡 你要直接衝過去喔 它是那個門不會打開的 有沒有 所以這個if就有點像一個閘門 B 你有過了 什麼條件 你有刷卡 所以這個A 不等於0喔 有點像你有刷卡 OK 那你可以過 做下面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去搭捷運 那反之的話呢 你就不能 不能的話它會怎麼樣 它會跳過 所以喔 這一行出錯的話 我們可以嗎 讓這個 城市倒車 什麼叫倒車喔 就是你可以 特別這邊有個箭頭 你可以把這個箭頭往上拉 往上拉 你幫我跳到上一行 繼續run一下 OK 它這個時候它就會幫你run 從上一行run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A不等於0的話 它這個地方會出現什麼 欸 A是不是不等於0啊 Force Force什麼 因為A現在等於0 所以它得到 Force的話就是不行 No 你不能夠進到裡面去 所以它會怎麼做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按F 這個增錯裡面 你如果要下一行的話 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邊有一個是 足行F8 所以你可以按F8 它會跳下一行 我給F8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 它就跳過了那個 你下一行 意思就是說 它不會執行 它不會執行就是什麼 就不會出錯啦 所以喔 我們讓它跳過之後的話 那就 當然你可以一直按F8 程式會一直往下一行跑 那如果說你要讓它繼續跑的話 你可以再往下 那下一個的話 變I等於3了 那你會發現I等於3裡面有沒有刮虎 有刮虎 所以A等於3 B等於9 那A是不是不等於0啊 4 所以4的話呢 它就做底下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是 第三屆冠軍 我先把這個刪掉 因為那個剛剛已經有了 我把它刪掉 那你會發現這個事情什麼事情 第三屆冠軍 有沒有 就幫你把它做完了 然後換下一個 那下一個的話 NAS 你會發現NAS I就變成4了 然後呢 4裡面有沒有刮虎 所以這個時候A等於3 B等於8 然後A字不等於0 4對不對 所以呢 它又可以切割了 意思類推 當然呢 如果你假設大概了解了 這個錯誤發生的點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 全部讓它執行 就按全部執行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程式呢 基本上這樣就寫完了 然後把那個 重點喔 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 請你在上面寫4 i等於2到10 然後Enter兩下NAS 把那個程式呢 放在這個4回軒裡面 再來的話呢 會出錯的話 所以我們多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當那個A 不等於0的情況下 我們才去做底下這個切割字串的動作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程式比較冗長啦 如果你擔心你寫錯的話 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喔 這個第幾 第五頁的話也有啦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試一下